大家好 我是丁超 今天涨了200多点 两三百点 这个成交量300多点 成交量没有很大 这很正常 这礼拜成交量都没有很大 你看这成交量都没有很大 但当冲的蛮大的 当冲的蛮大的 当冲的蛮多 这礼拜 你可以看到成交量没有很大 那过了整理期的高点 所以你认为是涨假的 一般来讲你认为说成交量没有很大 为什么成交量没有很大 你也没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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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没买啊 成交量怎么会很大 你自己用信用也知道 你也没买啊 你在买啊 你也没买啊 昨天不是很多的报章媒体都一直吓你 不是吗 你就看报纸嘛 就一直吓你 结果昨天低点到今天高点五百点 昨天低点到今天高点 昨天低点是14545嘛 没有错嘛 那今天高点就 差了将近五百点了 现在拿一支高费来说就好了 这支就差16块 16块 低点到高点 台积电又不要说了 低点到高点 也差20多块嘛 对吧 我在一直在给你一个正确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已经说过了 你为什么要买股票 原因 你不能因为 中国的军演 而卖股票 如果你要卖股票 用别的原因 可能你心情买啊 还是你欠钱啊 或者是你 你就抗空啊 或者是有其他原因你要卖股票 都可以同意 但是如果你用中国的军演 来卖股票 我感觉很奇怪 我是会感觉你的生活很奇怪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住在这里耶 你卖股票干嘛 你要干嘛 你想干嘛 我不是跟你讲过说 以前不是有一首歌啊 我也忘记那是什么歌名 他不是说 我生在这里 我长在这里 这里是我的国家 应该听过这首歌吧 这里是我的国家耶 也是你的国家耶 你在害怕什么 你要干嘛 你卖股票干嘛 你不就要 对你有材料去拿着你 可以去做美国人嘛 我就不会说嘛 是不是 要不然你卖股票干嘛 你昨天卖股票干嘛 如果你要卖股票 也不是在昨天卖啊 我讲难听一点 你要卖股票还要学我这样子啊 譬如说我这天不买股票啊 这天也没有军演啊 没有啊 这天佩洛西也没来啊 也不是这天来的啊 你也有本事这里卖啊 这里买这里卖啊 我这天卖股票啊 我在这天卖股票 我们卖在186.5 我是不是卖了以后马上跟你讲 而昨天我们买股票 我用资源来解释嘛 你想想看哦 我们昨天买143到145 如果这档股票我都没有卖 比如说我都没有卖 我这边买 买来除息嘛 这天买隔天除息 如果我这一天买 我们平均成本是除息之后 成本是148块 如果我没有卖 我这边涨了两三成没有卖 那又滑下来又破底 又跌到我这个成本价 那我不是白搭的吗 那我做价差是干什么 我一直跟你讲说要做价差操作 就失去这个意义了嘛 现在是不能长期投资 我说今年是空投 今年是空投年 空投年就跟佩洛西来台湾 或者是中国军演完全无关 但是技术面就是空投市场 我们今年的台北股市就是空投市场 空投市场不适合长期投资 你反弹以后会再跌 反弹以后会再跌 这不就是空投市场 那我们用这种股票 我们买148块 假设我都没有卖 那不是昨天又回到了我们买的价格了吗 那我不是白搭了 那没拆钢 心情又不好 贪的变不去 那我把它卖了 再买回来 那今天涨上来 那我是不是昨天就已经跟你讲 我们买回资源143到145 那不是再去十几% 如果说我们这个 如果下礼拜以后 假设下礼拜以后 它又反弹反弹到这里来 那不是再赚三成 应该三成应该有吧 189块半嘛 你把它乘以百分之30 应该会差不多到这里来嘛 或者是到季线这里来嘛 季线这里来嘛 这个叫做价差操作 绝对不要长期投资啊 我没有记得等级投资啊 你长期投资人 那是堂头在讲的呢 堂头回测再涨 回测再涨 回测再涨 那堂头企定 你扛头企定是反弹再跌 反弹再跌 反弹再跌呢 是这个意思呢 你长期投资要做什么 我说你知道的意思吗 昨天很多人把股票 很多酸言酸语啊 我昨天要讲啊 我说我平常不喜欢讲政治 但是我又不得不讲 我说你不是住在这里 你卖股票干什么 你想要干嘛 你到底想干嘛 那中国军演是怎样 他没有军演过 我们也有军演 我们也有国安演习 我们也是那个万安演习啊 我们正知道 我会记得前一世事 我们不是也有万安演习啊 中国的股票怎么没办办 那是中国演习我们的股票是怎么办 就是你在买啊 全台湾只在买股票而已啊 不然都在买啊 我在买股票啊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要相信国安基金 不要对国安基金秤金秤凉 你有五千亿是不是 再来比啊 国安基金我跟你讲过 他刚开始进场了两个礼拜 他只买不卖 接下来以后他会有买有卖 有买有买 他不会无限量的拿钱过来嘛 他先买了两个礼拜以后 停住他就有买有买有买 碰到了利空以后他就买啊 碰到了利空以后就买啊 但是国安基金会不会跟你公告说 我买了什么股票 不会啦 他是不会买你的啦 他怎么买都买这个啦 这啦 这啦 没有错啦 你没有错 就是买这个啦 就是全职啦 就是买这种啦 就是买这种啦 就是这种啦 这种啦 反正就不会买你的就对了啦 就买这个啦 这个也都会买啦 他要够大半嘛 不就是复盘 买你那个股票奇奇怪怪的股票 要没有全职 买了以后大盘还不是跌 而且没有在够了钢的 所以国安基金一定是买大的股票啦 买台湾50党啦 你老师啊 那国安基金昨天买 那问题昨天是 我不是跟你讲复盘吗 昨天不是跌了两三百点 后来持有跌了七十几点吗 那今天呢 很多人说 那我们再看看 那个中国还在金眼 昨天拉尾盘 我们再看看今天 会不会再崩盘一次 对不对 大家都这样想嘛 会不会再崩盘一次 对不对 人们都买好了啦 我跟你讲 你不懂 我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台国安基金的操盘所 大家都很厉害 比你厉害 人们都高考的 你高考你都考得到 你有考上高考吗 你怎么这么厉害 人们都讨售士博士的 你怎么这么厉害 人们在炒盘 你还让你猜得出来 他也懂得袭击啊 他今天一开盘以后就把你拉扯下去 不要说拉扯 让你措手不及 早上从期货市场里面 就让你一开盘之后就用冲的啦 而且啊 不会跌下来啦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 他上去以后 你以为他开高要走低啊 那开高又走低 我告诉你 开高又走低 又是今天又跌的话 这如果再拌下去 这就再拌了啦 我告诉你啦 这如果没有国安基金 昨天也拉不上来啦 今天跌 今天如果让国安基金如果放手 让它跌破昨天的低点 很快啦 这边又会打 打一个低点下来啦 那你没拆过去复盘 你当作两成功 那都厚厚的耶 那操盘所都很厚的耶 那你是在跟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你相信国安基金是正面部队 国安基金正面部队 后面还有大部队 跟着国安基金的人很多 你知道吗 都是大咖的 大户内 但是绝对没有包含你耶 你知道吗 当然我这样讲也没有针对人 我只是做一个比喻 不是说看不起你 不然你有办法吗 你买几张 你买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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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要相信国安基金 它不一定当天要拉 它从昨天到今天拉了500点上来 你还不相信 那你说这个指数涨到这里会不会再涨 为什么不会 我已经讲过了 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消息面政治的因素 你看看我今天早上才贴这个 这个NASDAQ指数涨到这里20% 这6月16号 我们6月16号在这里 还没有涨到6月16号的位置 我们还没有涨到6月16号的位置 从6月16号已经涨了20% 这个更多了 快三成了 这支股票 这个涨到这里来6月18号的高 为什么它会比较强 因为它就这边挂牌的 这支股票就是这支挂牌 但是这支股票 在三十党成分股里面 这个费城半桃底成分股里面 这三十党里面 这支最饭买 一支最少 台积电最饭买 三十支里面白买买买买买买买 连台积电也受到影响 但是台积电又是台湾里面的股票最强的 你说讽不讽刺 所以台北股市到底落后了 国际股市多少点 你知不知道 我在今天想说这个指数 到今天为止 都还有 到这个礼拜为止 都还有股票在破底 这礼拜 我讲这礼拜 到今天为止 都还有这种股票在跌破底 到今天 还有这种股票在跌破底 股票还这么弱势 你看 这表示 涨了一千多点上来以后 很多投资朋友的股票根本没有解套 也还没涨 所以 我今天特别 今天礼拜五了 你礼拜六 礼拜天看到也是一样 我今天特别在开放三二一国家队 这回来挺国外基金 三个月 三代表三个月 因为我们这个月已经改为168了 专案已经改了 但是我想说 很多人真的是这一次的解套 都还没有拿到 而且股票还套了 我必须要帮助各位 你打电话到公司来询问 好好把握 今天一个机会 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下 0277259668 追求梦想 成就非凡人生 发现价值 攜手共赢 完美服务 忠于所托 挑战自我 成就非凡 精确掌握 投资方向与时机 替投资人 看守好每一次进出场 咨询专线 0277259668 0277259668 我昨天有跟各位讲到这几档股票 我在这边都有讲 当然不是全部都有公开 我这边有讲说我们会演目前 昨天我昨天才讲 你昨天你如果还没有加入这个TG的 TG你可以加入我昨天都有讲 我昨天有讲很清楚 我说我们有这档股票 不是突然间变出来 我昨天就有讲 会很早就买了 不是今天要买 很干脆 今天开盆就收起来 收2万多张 这样 这个是光通信股 就是网路通信股 网路通信股最近都很强 很强 网通股 也有网通股 这个都很怕 我就不要一档一档讲 你都很清楚 网通股就是最近都 走势都蛮强的 你看它走势都是多头 这多头回撤回撤 这月线向上多头 你看回撤月线上 回撤月线上 这是多头 这就是跟这一样 回撤月线 回撤月线 回撤月线上去 这个距离季线 这条是季线 多方式 短线多方式 月线上 季线已经扭转 你看距离季线这么遥远 距离季线已经涨了这么多了 我们的台积电到目前为止 才刚开始站上 而且台积电我跟你讲 汇城半桃底的位置 已经跑到这边来的位置 6月8号的位置 那时大概指数已经过这个高点了 这个高点就是台北股市这里 你看清楚 就是坐在这里 美国的科技股 我们在这里 16800在这里 人们已经通过到这里 16800 你没听不对 不是5800 是16800 6月16号我跟你说过 我们台北股市都跌了这里 15838点 这边跌了2000点下来 所以国安基金必须要进场 再不进场的话 我们会放半 一万点可能就没去 所以为什么国安基金 这时候要进场 因为你看6月16号在这里 到7月12号这里 美国6月16号落底 到7月12号已经在这里 人家已经涨起来了 我们还在破底 那现在人家已经跑到这边来了 人家在这里 还在 你还在讨论均言的事情 你扎去买股票 你就很厉害了 你不是住在这里 我扎不是讲话 你不是过中国的 我是美国人 你美国人 你不是住在这里吗 我也不要说你不爱国 但是我跟你说一句话 你也不要反对我 你爱台湾就要买股票 你扎去买股票 你既然说你爱台湾 不管都是董 都同样 反正你都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爱台湾怎么不错 扎下去你怎么不要买股票 我就买了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看破爪 把你抵抗 你抵抗 嚇唬你 你就把股票卖了 你怎么卖给我呢 你刚才卖给我呢 你刚才买给我呢 我刚才卖到你卖到 你卖一下 我怎么把它买起来 我昨天买143 145 昨天就赚钱了 卖在这里 如果从这边要到这里了 你再探一掌 我们这里已经探一掌了 这里要再探一掌 这支也是同样 我这边卖掉 回来 我说回来买进 我也说过了 我这边都有讲 第二个人都有讲 这支也是同样 这支不是我们买502 你用下来回测 上升月经线买502 我都公开的 对啊 我有说吗 有啦 我们也没有说 技术分析最大的用处在情绪管理 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很多的电子业股库存过高 然后营收率退 毛利率率退 获利 我当然知道 包括我今天在贴的文 也讲到这两个股票 我说这两个股票 获利率退营收率退 早就知道了 这支股票不是同样 他还不是之前在讲 他不是这边跳空吗 不是大利空 不是抖抖抖抖抖抖抖 有跌过吗 没有耶 这利空出进嘛 这支股票也同样 他不是也讲利空 营收会衰退吗 抖抖抖抖 他有跌过吗 这是标准的嘛 像这个走势 就像美国的股票一样了 美国的股票很多都没有利空出进 像那个超微还不是一样 我今天不是贴得跟你有讲吗 超微啊 AMD啊 连涨两天 也是开低走高 今天昨天在大涨 都一样嘛 全世界的科技股 都面临库存调整的问题 又不是只有台湾 但是为什么美国股市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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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涨 涨了百分之二十了 涨了百分之三十了 只有我们不会去到那里 只有我们的电子国都不会去 只有台积电 这边台积电起了 起八十几块 总共涨了六百七十几点 台积电涨了六百七十几点 大盘涨了一千一百多点 所以台积电这一波的涨幅 占大盘百分之六十 所以很多股票都还没涨 台积电的涨点就占百分之六十 所以他为什么是总司令的原因在这里 那你看看什么 国安今天是正面部队 我们当游击队 我们打带跑 我就讲过 321国家队 代表三个月 我们这个专案本来就已经结案了 这个月是168 那为什么要三个月 就是要帮助你 因为我知道你套牢 你也不用再拿钱过来做股票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 你不需要再去拿钱过来 你只要用你手上的那些股票 我帮你解套 我们做价差 看你到时候要换股也好 或者是做价差来回操作 你不要一直抱上抱下都不卖 办法我也讲过 像这种股票也会填息 我都跟你讲过 昨天我不是一直讲这种股票 回撤上升月线92块 那这边不是一样是回撤月线吗 那现在这种股票要填息有什么困难 这有什么困难 结果有人在听说什么 中国要捐言说国败我买了 我想你如果看电视 你如果今天有看我这没人 应该是没有卖股票 你如果卖掉股票 我看你也没看 为什么昨天有人要卖股票 我是在搞不懂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为什么昨天有人要卖股票 我是在搞不懂 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你买股票都来不及了 为什么要卖股票呢 全世界股票都在去呢 你又有看 台北股是很委屈的 我可以跟你讲 它大气的 你跟着我 把你的股票交给我 321国家队 三代表三个月 这会来听国安基金 我已经说过了 国安基金是政变部队 如果他们有钱就政变部队 我们没有钱 我们小钱 我们可能一两月在做而已 再来千万在做而已 你可能一两月在做 我们小钱就当游击队 游击队就打带袍 担带袍就是做价差 我们不需要回去投资 你听到吗 国安基金把我们保护掉 是我们藏去买 我们昨天去买股票 既然国安基金把我们扯上来 那我们就贪钱了 你听我的意思吗 你是听到吗 还是你藏股票已经买了 应该买吧 我相信你应该没这么饭 你懂我的意思吗 台北股市会补涨的 321国家队三个月 三代表三个月 我已经讲过 这个专案是 特别在今天再开放一天 你可以办理到礼拜六礼拜天 今天的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周一见拜拜 拜拜 我接着在这个顺度 下周一位